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减少了40%至60% 他认为这与端影音有关 因为抖音崛起后 不少平台变成相效仿 推出了类似的功能 短片比起8分钟以上的长影音 更能抓住用户的注意力 加上长影音的平台相互厮杀 出现了不少串流平台 让用户在有限的娱乐时间内 有更多元的内容可以选择 此外自从疫情解禁之后 不少人都选择出国旅游 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也相对的变少 就算有时间也会选择端影音 最后嘴面也感叹表示 虽然对创作者来说创新很重要 但如今已经不流行看长影片了 不禁让他产生无力感